嗯?怎麼沒有了? 剛剛說幸福存哲嗎? 幸福存哲有在現場嗎? 不在是不是? 幸福這樣 他是用錄影 哪一個? 在最右邊 在右邊 好 這個嗎? 那個左邊 左邊一個 好 大家好 我的提案是幸福存哲 幸福存哲呢 這個就如現在敘述你所提到的 那這時候獲得這套 系統的需求呢 是因為 偷不上了這樣子的佔定資金 可以降低 這些 學生們 他們去小或小小的 一些行為 因為這些機制呢 可以讓他們 學生能夠 透過 新任務 然後累積他們的連數 他們可以累積到 幾百塊幾千塊 就是幾萬塊錢之後呢 他們可以在他們 可以把自己錢取出來 做一些小的事項 修車休息 或他們可以拿自己錢去 付給他們的 助學 貸款 或是可以付給他們的一些學費 相對於學費 那 這個 這個專欄呢 目前有一個合作的夥伴 也就是小草書屋 小草書屋其實是他們一開始在 臨時小學校提出的提案 那我是臨時看到之後 那我是臨時看到之後 才 真的非常有興趣 就是最近跟他們一起 就是開發這個 這個 這個 餐廳 那 目前的團隊呢 是 除了我以外 還有另外兩位 一位是工程師 還有一位是 UX設計 那我們 我們還是蠻需要 就是專家精 能夠幫我們管理精度 然後還有幫我們做一些解牆 然後我們也非常缺 前端工程師 這張slide主要是 示給大家看目前 我們APP的一些截圖 那 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歡迎到我們的 網站 來 我們有提供試用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示給大家看連結 目前的進度呢 已經是完成了 我們已經在月底的時候 就要在兩個地方上線 那 進行目標就是 就是 我非常需要人力的地方 就是我們即將做 1.10的改版 然後 還會開發 web的版本 之後我們也邀請更多的 陪伴組織 一起加入 試用 那其他細項呢 就是包含我們目前使用的 技術部分 這件事給大家做的參考 最後 歡迎大家來跳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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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